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整天看着太阳呢 汪汪说 我想当太阳 汪汪就去当太阳 汪汪和太阳换了个个儿 汪汪当了太阳之后 整天发光 花草树木都被晒干了 有的人去跟国王告状 国王说 我也怕这个想当太阳的小狗 有的人去跟原来的太阳讲 原来的太阳一点也不及 他说 大自然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过了一会儿 一片乌云从太阳头上飘过去 汪汪看到了这片乌云就说 我不想当太阳了 我要当乌云 汪汪变成了一片乌云 突然一阵大风吹过 汪汪说 我不当乌云了 我要当大风 汪汪变成了大风 大风吹起来 只有一头牛没有被大风吹走 汪汪说 我不当大风了 要当一头牛 汪汪变成了一头牛 一个人用一条麻绳把牛鼻子绑住 汪汪说 我不当牛了 我要当一条结实的绳子了 汪汪又变成了一条结实的绳子 一只小狗跑来 把绳子咬成七截 汪汪说 我不当绳子了 我要当原来的小狗了 汪汪马上变成了一只小白狗 从此 汪汪快快乐乐的生活 再也不胡思乱想了 好了 故事讲完了 谢谢小伙伴收听这次的扶晓将军 我们下回再见